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在变局中劈迫斩浪 在乱局中勇意前行 取得历史性成就 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引航 在每个关键节点 做出正确战略判断或决策部署 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是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为新时代外交开拓前行 提供了行动指南 最宝贵的实现经验 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彰显了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 长方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指明了前进方向 确立了基本方略 也明确了战略部署 新增城上 我们将坚持初心使命 失智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统 深刻思考人类的前头命印 立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九伟业 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贡献于国际体系 更续与变革的宏图大业 我们将坚持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择 坚定支持 发展中国家 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早日迈上实现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们将坚持和平发展 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捍卫自身 以及各国人民 要和平谋发展的正当权利 为解决发展安全两大赤字 做出中国贡献 我们将坚持胸怀天下 唱天下大道 行人间正道 积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将坚持高水平开放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 以中国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 我们将坚持独立自主 结伴不结盟 对话 不对抗 根据是非取直 决定自身立场 同各国互尊互信 互惠互利 深化拓展 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我们将坚持文明对话 尊重文明多样性 平等性 倡导各大文明 交流互建 积极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 把民主自由 从少数人操弄的政治工具 变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 我们将坚持斗争精神 斗争 是为了坚持原则 是为了弘扬 道义 国家的核心利益 不容损害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容侵犯 祖国的统一 和民族复兴大业 不容破坏 这是中国人的志气鼓起 也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